2023年已经过去了,对于房地产楼市来讲,2023年可以算得上是近15年来房价下跌最迅猛的一年,也有可能是房价下跌刚刚开始的一年。 2024年房地产的规划白皮肤已经出来了,像我手指的这些房子都是属于空置房,大量的常年的都没有卖出去,大量的空置状态。 那么像这样的房子在整个园区占到了70%以上,那么如果把这个数据放大来看,也就是说每个城市都存在的大量超大量的空置房烂尾楼。 所以是2024年房地产楼市规划的大批书的大概内容就是,所有的城市房价已经不再去提出关于什么限跌令啊,关于限购啊,限价啊,全部的目的都是以清除当地的库存为首要任务。 也就是说现在最高部门开始规划每个城市要开始清除库存房,比如说像北方的各大省会城市目前的库存房,基本上平均每个城市都是在40万以上。 像南方来讲,南方在过去的楼市发展当中,几乎是一马平穿,非常的顺利。 从2023年开始,房价就进入了低谷期,包括最前线的一些城市,像南方的广州、深圳、上海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。 甚至在2023年最后一个季度出现了滑铁炉,像上海,包括这个广州,房价下跌已经接近20%,深圳超过了20%。 那么2024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清理库存。 那么清理库存这个整个的途径路径,基本上就是和我们商场打折促销产品商品的这个路径是一样的。 只不过呢,里边并没有着重介绍怎么样去降价,怎么样去优惠。 总之,2024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清理库存,复工复产,把没有交工的烂尾楼全部都按照正规渠道进行顺利的交工。 而重点就是放在这些大量的空置房状态当中。 同时,对于这个保障房的输出要加大力度。 其中保障房的输出可能要打破大多数人,大部分人的这个想象的观念。 其中有可能会把这个多年长期积累的空置房,包括多年没有这个出售的,卖不出去的老破小的房子, 从新进行规划,纳入到这个保障房中进行销售。 那么举个例子,比如说视频当中我们看到这么大的楼区,这么大的这个房子的资源, 长期多年的空置在这里,这个浪费物力财力人力还要保养,对吧? 长期卖不出去,它是没有任何价值的。 那么对于这样的房子,有可能会大量的,所有城市都是这样,大量的纳入到保障房当中。 那么商品房规划的价格比如说两万一平,但是卖不出去,降价到一万五,卖还是卖不出去,打折到一万还是卖不出去。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? 首要的任务是清理库存,这就是库存。 所以纳入到保障房当中以后,它的价格就趋于商品房和连租房之间的价格。 举例子,原来两万一万,现在有可能是六千,五千,四千,三千,两千,对吧? 当价格急剧下跌或者调整的时候,这个房子基本上就能卖出去了,对吧? 但是后期要处理的问题可能比较多,比如说像这个租售同源,以前的这个房子就是说你卖出去之后了,你才能享有比如说学区工作等等方面的解决的需求。 但是在租房子的时候可能是解决不掉,那后期呢,加强保障房的这个租售同源,这样的一个效果。 包括老破小的房子,尤其是市中心的老破小的房子,面积小,装修也很烂,对吧? 然后这个格局也不好,那这样的房子无论是出售,出租都非常的棘手,非常的这个不尽人意。 那么把它重新进行规划之后,大量的变成保障房,也为了解决这个购房的压力,同时也为了清理库存。 那么大家总结一句话就是,2024年的房价一定会降下来,大概率基本上就是比2023年可能还有便宜。 那么在这里,如果手里我有大量房子的,千万千万记得抓紧时间出售。